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我的大三角 大概半小时车程的双溪大年 苏奈伯达尼最近也加线了 今天我的dispatch送信员要去苏奈伯达尼送信 其中一个托就关了 所以情况是蛮令人担忧的 被骂 有几个cluster 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预料会延长这个RMCO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慕尤丁刚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宣布 其实最辛苦的到现在 整个RMCO到现在旅游业是死定了 即便现在RMCO就停 旅游业也是不能够复苏的 因为外国没有开放 泰国已经说是会在 今年是不可能开放了 然后各国的航班也没有开放 各国的边界都没有开放 你要特别申请 你才去进入 所以旅行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认为最严重的 反而是喝酒 喝酒的行业 酒吧 这些纯喝酒的地方 真的倒得倒 已经我所认识 我好几个朋友是开酒吧 开Bub 开Club 开KTV 都已经准备黄飞红收档了 尤其现在他们在延长这四个月 慕尤丁还特地讲 不能够 就是这些行业不能够开放 所以这些行业才是最首堂其冲的 所以也为他们感到担忧了 希望政府可以出一些政策帮他们 现在很多的转型 因为大家看到有些酒吧可以开 其实他不是因为酒吧可以开 他是餐馆 他们就拿cafe的执照的 可以卖吃的 就随便卖两个nugget 卖几个薯条 就当做卖吃他们酒吧才可以开 喝酒并不是一个措施 当然喝酒开车是一个措施 我们不要害人害己 一定要保持清醒开车的话 但是喝酒绝对不是一个措施 只有保守社会 其实不只是伊斯兰社会 曹操也进过酒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曹操进酒 他进酒是因为当时浪费粮食 认为酿酒是一个浪费粮食 然后享乐的行为 很多个朝代都有进过酒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过时的想法 我们绝对先天性不能够认为喝酒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第一个讲题 就是刚才龙哥也顺势进入的 部长违反隔离令 为什么大家这么生气 其实最主要他生气是死不认错 他犯了明显的错误 平民老百姓中抓 然后你隔离还要自己给钱 他不用隔离不用紧 还像龙哥讲的趴趴走 到处去走 站出去参加 还去见元首 然后被抓包了 他说我都没有引起cluster 我也检验三次阴性了 如果这样子的理由可以成理由 这种狡辩可以成立的话 那这个法律就完全是没有意义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像从新加坡 我本身是柔佛人 很多朋友在新加坡做工 他们新加坡回来 他宁愿直接给一千块 何必浪费十四天去隔离 然后还要给两千多块的隔离费用 然后吃又吃不好 睡又睡不好 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睡在酒店 所以如果你不去对付凯鲁丁 政府是一个私信于天下的情况 所以我相信他会对付 但他会很慢条思理的去对付 很慢条思理的对付 就是调查先拖一下 提控再拖一下 下判再拖一下 然后上诉再拖一下 让人慢慢去淡忘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他不对付 我们马来西亚 整个法律的威信就当然无存 法律的存在是有一个威信 有一个信 就是人民要信任 信服 政府要有信用 言出必见 就是你犯法 我就会抓你 我就会告你 如果你没有信用的话 人民是不会信任 也不会信服 你的法律就失去了意义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凯鲁丁 不知道大家有刚刚看更新的新闻吗 刮目上的国会议员 一个很资深的国会议员 以前跟马哈迪 AB对斗争的登顾拉扎利 他说你看现在土团底下第二个课题 我们应该也会讲到 土团开放门户 他已经不是马来政党了 所以他不应该加入 结果凯鲁丁就是这个违反隔离令的主角 凯鲁丁马上跳出来 说没有他 我们已经接受他加入 他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他还是一个马来政党 所以凯鲁丁马上就跳出来 帮目有丁讲话 帮国盟帮土团讲话 所以他这种知道自己身有死 也特别卖力的行为 我们看了也是觉得有一点可笑 来龙哥 我补充龙哥一点讲的 刚才龙哥有提到 卫生部说罚款一千块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西娃刚刚刚才说的医保 医保的妇女他们会罚八千 然后要坐牢要什么 因为他提供的两个法令是不一样的 卫生部说这个部长他被罚款最高 是根据RMCO的法规 就是PUA 就是他们会gazette线报抗议的法规 或者是SOP 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抗议法规里面 所以它是compound一千块是maximum的 写在里面坐牢六个月 或者是坐牢六个月 如果有控上法庭的话 罚款一千块是最高的 然后西娃刚刚那些 他们不是在这个RMCO的法规下面被提供的 他们是在1988年疾病控制与防范法令 全名是这个 1988年疾病与传染病控制 法令下面被提高的 在这个法令里面他就有 他没有限制罚款 他只说罚款或坐牢两年 或两者兼施 所以西娃刚刚 包括那个Rames在槟城 他带着这个隔离手环去逛展览会的 他们都罚款超过一千块 是因为用不同的法规 所以现在很多网民去签名什么 说要对付这个部长 就是去报警 就是要用同样的法规 你不能够用 法律必须要一视同仁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你只是一个部长 你不能够有这样子私信的行为 所以我相信像龙哥刚才也说的 现在他们不能够这样猖狂了 不能够直接说 我就是高你们一等 他必须 虽然他们还是认为 他们高我们一等 部长政治人物是比拼命老百姓高的 但是他们也不敢公开来说了 所以一定会做这样子 慕尤丁政府他们 其实慕尤丁也是有点投鼠自弃 他必然会对付 但是他会采取多之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刚才我看到一个读友说 Boy说的 You help me, I help you 你看凯鲁丁现在就是 捍卫木尤丁的先锋 先锋 对,去捍卫木尤丁 而且如果罚款超过2000令吉 任何国会议员 只要罚款超过2000令吉 他的国会议员资格就会被剥夺 他就会丧失竞选议员的资格 所以我们刚才 龙哥举的例子 西娃刚尬也好 那个怡保的妇女也好 或者是槟城的Ramesh也好 他们罚款都超远远超过2000块 8000,1万2 所以如果真的 用同样的情况来对付凯鲁丁的话 很可能就丧失一个国会议员的支持 所以拖字节是可以预见的 好 好 好 Freeze qué Khaled 为了 快 验 心 验